我们见过在一个大跟好里面 有一个小跟好 就像是掩着这个加好后面的东西看不到 只剩下一个常数项和一个小跟好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处理 但是对于如果我们这个小跟好的数目不是一个 而是多个人 那我们会怎样做呢? 做法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把这一条东西设计 它的形式是 跟好X加跟好Y 但是我们见到小跟好有三个 那suppose应该会再多一个 而且我们留意到 这里有一个减好 这里有一个减好 那说不定呢? 剩下的那个都应该是减好 所以我们就会 这个是一个减好 就是一个跟X加跟Y 再减好D 然后一个指定动作 就是两边都一起take a square 所以这条色的左手边就是 21 减4个跟好5 加8个跟好3 然后减4个跟好15 是的 而它右手边呢 就是这一块东西 这三块东西的square 分别就是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就是刚刚好take a square root x加y加z 那然后呢 就是 加2 乘2 它们任意两个 就是 2跟好xy 减2跟好xc 减2跟好yc 这样的 这样的 那 然后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做 代数配对了 我们分别 常数项 可以对回常数项 所以我们总合呢 就会有 x加y加z 就等于21的 然后就对回 正好对正好 正对正 那所以呢 我们 2跟好xy 就等于 8 跟3 然后 就对这个 2跟好xc 2跟好yc 就等于 4跟好15 不要紧要啦 因为没有一样而已 2跟好yc 就等于 4跟好5 这样的 那 然后呢 我们 就可以撿一撿 这个东西 因为 这里也是2 对吧 那 踢过去 那我们 跟好xy 等于 4跟好3 跟好xc 等于 2跟好15 跟好yc 就会等于 2跟好5 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做法呢 就可以 可以 这个 就可以 3条式 整 它 3条式 整 看不见到 这个 我们会有 跟好x 各有2个 跟好y 各有2个 跟好y 各有2个 全部乘完之后,我们就会出到XYZ 这几个东西就等于4乘以2乘以2 这个跟3和跟15合起来,就一个跟15 一个跟15和另一个跟15就合起来变成15 就是15乘以15乘以16 结果就会得出240 既然XYZ是240 我们当然就不难找出跟好的XYZ 就变成4跟15 之后就容易了 既然已经找出跟好的XYZ是什么 我们又各自找到跟好的XY是什么 跟好的XZ是什么,跟好的YZ是什么 是否我们可以用基本代数方法 就可以找各自XYZ是什么 最后再加上这个X加Y加上这个Z 是等于21 那颜色就 就算了一声 所以我们 配合这个配套的人 我们就会有 以下的结论 这三个结论 就会有 X等于12 Y等于4 C等于5 所以 拍到这里 最终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 这三个结论 所以 我们说的答案 就等于 跟好12 也就是2个跟好3 加 跟好4 就是2 减 跟好5 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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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5